近日,周杰伦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自己书页的照片,他还配文说道不知道是恐慌症还是心脏引起呼吸和手麻,希望有懂这方面的医师能给一些意见 图片中一根针管插在周杰伦的手臂上,并且用好几条胶带固定在他的手上,而且管子里好像留着白色的液体看起来似乎正在输液 从周杰伦发出的照片看,模糊的背景似乎不是在他自己家中,可能是因为症状比较明显而入院治疗 在周杰伦发出这张照片后,粉丝们立马在评论区内表示自己的关心,纷纷评论到希望周杰伦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,也希望他能够早一些痊愈 但也有比较比较乐观的粉丝,调侃周杰伦说道不会是因为悲催专辑而感到恐慌吧,不过调侃之后还是不忘提醒周杰伦要注意身体 其实周杰伦的身体健康一直都是粉丝们关注的焦点,有时因为身形的发胖,都会引起不少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,周杰伦自己也在私下做了不少努力 比如好兄弟刘庚宏就一度成为了周杰伦的私人教练,两人在一起的日常聚会,基本上都是以健身为主,看起来相当健康 但除了体型偶尔发福以外,周杰伦还一直患有遗传性的强植性脊柱炎,虽然常年都在接受治疗,但他仍会在很多时候痛到直不起药 尤其是在高强度的演唱会表演中,周杰伦需要完成很多对体能消耗极大的表演动作,但敬业的他为了给粉丝们带来极致的视听体验,一般都会选择用吃药的方式来减轻疼痛感 作为华语乐坛的天王级歌手,周杰伦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青春记忆的一部分,虽然如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家人,但大众对他的关心却丝毫没有减少 此次突然晒出生病照片,想必也会引起不少人的担忧,希望周杰伦能够早点好起来,给大家报个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